感谢这位粉丝的留言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303 希望大家能点个赞支持一下 303准确来说 名为Entity303 他在Minecraft内的知名度不亚于Him 那么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Entity303的真正来历吗 是不是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自己对303的了解 仅仅停留于他是Him的手下之一 关于303的相关来历 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首先是第一种 Entity303的创造者 其实是一名负责MC核心代码的程序员 在2014的年Notch还在Mojin的时候 该程序员因为一次重大的代码事故而被辞退 随后为了报复Notch 他利用自己在Minecraft留下的后门 在凌晨时恶意植入了一个实体 并且名为Entity303 因为这个代码极其隐蔽 Notch并未在正式版发布前 发现代码出现的问题 从而连同这个病毒 一起传播到玩家们之间 不断虐杀玩家 就在他即将无敌的时候 Him将他传送至虚空才打败了他 第二种说法 实体303的发现 是一位名为弗兰基的玩家上传的视频 在他和自己的朋友联机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白色外套黑脸的人物 随后他们就看到一大堆代码 最后自己的电脑就被集体强制下线 等他们再度登陆时 发现自己的部分游戏 文件被黑掉 变成了以303开头的奇怪文件 而在大量国外MC玩家们的调查后表示 这事件的背后很有可能是黑客团队作损 可至今真相都无从得知 而且303这个人物形象 目前只能在各个动画创作者们的视频中见到 在目前热度最高的同人动画中 303的形象与以上两种不同 战斗力远低于Him的其余三名手下 还曾败给了菜鸟身边的咸鱼 还因此在后续入侵Him的时候 见玩家手中的咸鱼而仓皇陶菜 丢失去抢夺命令方块的机会 不过这一切也只是创作者们笔下的303 无论在网络流传的哪一种说法 都一表明出303诞生于2014年 我为了寻求真相 在网络上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目前这个世界上 留存有关于Entity303的资料越来越难寻找 与Him不同 关于303流传从未被官方亲自回复过 下期你想让我介绍MC的哪些人物 欢迎各位留言 我是吴声 我们下期继续